前几日,黄晓明为赵薇寝生,这已经是第十一年为赵薇寝生了。 作为黄晓明曾经的暗恋对象,昔日的同窗,两个人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。 可自从有了杨颖这位新晋妻子,黄晓明对赵薇的态度就悄然发生了变化。 就拿生日注词来看,之前一直是用大段话加若干赵薇的照片, 但从前年开始的一句话加一张图,到去年取消了配图只有一句话, 甚至今年连发都不发了,只是在评论区留下生日快乐四个字。 网友们纷纷猜测,是黄晓明和赵薇感情淡了,还是杨颖对他们的感情吃醋了? 黄晓明当时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副本科,与赵薇成坤成为同学。 第一次看到赵薇,黄晓明就深深喜欢上了他。 可当时人家赵薇有个超级富二代男友叶茂青,叶茂青家里也在给赵薇运作缓珠格格。 就算赵薇对黄晓明当时略有感情,以他的聪明才智也不会拿前途开玩笑。 所以在黄晓明还没表白的时候,赵薇直接打断了他的念想, 你太胖了,而且太土了。在1998年,环珠格格上映,赵薇一炮而红, 这更是把黄晓明拉开老远,哪怕赵薇与富二代男友分手了,备胎都不是他。 转身就选择了官二代汪语,黄晓明彻底放弃了, 在他郁闷的时候,偶然机会认识了同样来自青岛的学妹刘丽奇, 两人也很快确定了恋情。毕业后,黄晓明开始接戏, 因作品《大汉天子》和《无敌献力》, 使他有了大量粉丝,也有了教主的名称。 那时的黄晓明还结识了同台一起演戏的秦岚, 期间绯闻不断,时隔不久,黄晓明宣布结束了与刘丽奇的恋情, 转而上了秦岚的车,黄晓明和秦岚的关系总是遮遮掩掩, 一是怕影响事业发展,二是怕影响以后的更好的爱情, 慢慢的这段感情也很快就结束了, 那时候的黄晓明总是带挑, 真为总有更好的在前面等着, 这也成就了他的渣男本色, 在演《陆顶记》时认识了李飞尔, 当时黄晓明的事业如日中天, 李飞尔只是个心晶演员, 为了和黄晓明在一起,还放弃了韩国的演艺事业, 作为黄晓明的正牌女友, 李飞尔不管是在媒体关注下, 还是见了黄晓明爹妈, 表现得都非常好, 黄爹黄妈对他的印象也很不错, 就在两人热恋时, 黄晓明又开始作妖了, 网上传出来与杨颖的恋情, 更有甚者说杨颖是个狠刀夺爱的小三, 否计李飞尔和杨颖在网上疯狂内涵对方, 吃光网友更是数不胜数, 2010年的时候, 黄晓明和李飞尔分手, 据说当时的黄晓明一直脚踏两只船, 在所有人都没搞清的时候, 黄晓明和杨颖好上了, 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恋爱长跑, 最初的杨颖只是一个小嫩模, 来内地发展前, 在圈内也是不温不火, 到了和黄晓明确认恋爱关系才有所好转, 而她的小明哥时时刻刻都在追寻赵薇的脚步, 直到两人在2016年宣布领证, 在婚后不久便拥有了爱情的结晶, 也就是小海绵, 这个小家伙为他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的欢乐, 在刚确定关系的时候, 杨颖处处让着黄晓明, 黄晓明让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, 甚至被爆出在地下车库对着杨颖怒骂时, 杨颖都一言不发, 不过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和黄晓明的资源, 杨颖慢慢蜕变, 从一个安琪拉变成了蜜王, 而且上升的空间还很大, 对比之下, 黄晓明已经很少出现在观众的视野当中了, 对于杨颖姿态也放得很低, 近几年不仅黄晓明对于赵薇的态度有了变化, 还非常珍惜现在与杨颖的感情, 总感觉黄晓明这一段时间, 一直在低头再挽回, 而杨颖那边则是爱搭不理, 就好像一个不爱了, 另一个仍不想放手, 前段时间在颁奖仪式上, 杨颖和黄晓明也没有做到一起, 杨颖叫黄晓明的方式也变了, 从一句一个崇拜的小明歌, 如今却成了黄先生, 可能是情趣, 也可能是感情淡了, 最近网上一直传出两人离婚的消息, 他们也是置之不理, 可能当这些消息传出来的时候, 也就是俩人距离离婚不远了吧, 这不就是明星们的惯用手法吗, 让观众有一个心理准备, 离婚时也不至于难以接受, 当然我也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, 至少能够给他们无辜的孩子更好地成长的空间。